你一定能考上 我都不知道你什么底子 我都不知道你关不关外科 我就告诉你同学 你一定能考上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会发现 学习啊 是你这一辈子遇到过的 最简单的事的 没有什么事再比学习容易了 真的 那老师哪有 我觉得学习挺难的 我给你随便说几个事 你今天在社会上可能会遇到的事 挣钱 咱就不说了 你可能会遇到什么事比较难呢 明明一个孩子长得挺傻逼 你非得说他长得挺帅 他是你老板的孩子 你有一个同事 你很讨厌他 你不像他在一起工作 你就得忍受他 就要跟你现在有的时候 能忍受你宿舍的社友一样 你没办法 这么多美女 你现在做业务的时候 所有这些油腻的中年男性 要跟你吃饭 你不得不吃 哪个男 男同学你做业务的 人家跟你说 你他妈必须把这个酒喝了 不喝我就不给你钱单 你明明喝不下去了 喝了你就会哭 你他妈觉得哪个男 明显学习简单多了吗 对不对 你觉得哪个男吗 所以我说你们一定能考不上 都不都有人问我张老师 你说我能考什么 你别问我我 我说你能考就能考那 我站着干嘛 我把他摆筷子了 机会在你的手里 他不在我嘴里 知道吗 我刚才说那件事都很难 你和你们学经济力管理类的 我学管理的 我们经常老师 跟我们讲一个概念 说什么呢 说你们这边当企业的 做企业的人 总希望实现一个东西 叫什么 叫财富自由 我估计你们在财经的老学 见到会听到这四个字 对吗 财富自由 我问大家 你们知道什么叫财富自由吗 你们知道什么叫财富自由吗 我们老师问我们 说你们 你们觉得什么叫财富自由 我们有个同学说什么呢 财富自由 不就是钱多吗 我想干啥干啥 我们老师说错了 什么叫财富自由 是你钱多到 你不想干的事 可以不干 你有说不的权利 你他们有说不的权利吗 你去做业务 必须把这个酒喝了 你有说不的权利吗 你有说不的权利 你该怎么办 权利你妈的老 我不给你合作 能怎么定 包括讲课 你以为我愿意在那里讲课吗 没有 话从来报告是 我扯了房间 你以为我累你吗 我也不想讲的 没办法 他们给钱 什么 说明我还没有财富自由吗 就这么简单吗 对不对 你觉得学习难闻 学习太简单了 你知道吗 我问同学 你想不想去北上广生 你想好了吗 我问的是同学 你们有想法去那边混 因为那边很难混的 哥在北京混了十几年了 我的老粉丝都应该知道 我在北京买房 买的是很早 你们很多人可能在忙 看过我 讲过买房的视频 对不对 我在北京买房 买的是非常非常早的 但是我跟你说实话同学 我在北京 我从来不觉得北京 那是我的家 知道吗 我的房子在北京西北五环 喂 我们在旁边的条路 叫后长村路 村路 哎 你不行 东老师后长村路是什么路 我跟你说 将来你可能在后长村路工作 回家烧钩墙去 知道吗 为什么 后长村路一条街 五家公司往一百度新浪货 腾讯北京的组组在那条街上 我们家那条街到我们家开车 十到十五分钟 所以我们家的房价被那些公司的人炒到 炒到困了 每平米七万五到八万 每平米七万五到八万的房子 在什么地方 打车到北京西南 一百四 打车就没难难一百八 打车就没难难一百八 打车就北京楚都机场二百二 北京西河大型机场 就过过了 嗯 我们家打车估计四百五 我什么每次回到北京 我的乡法都不是啊我回家了 我的乡法是啊我 我什么怎么回家 反过的是一点 那么孤入丢痛 打车 我一生成为逼成了滴滴黑停卡员 一个月滴滴四五千块钱 打车去大型机场来过一千多 怎么办 没办法 以后你们去北京旅游 不要去那些乱七八糟的地方 知道吧 那么一和园 那不是真正的北京 知道吧 真正的北京是什么地儿 我推你两个流行点 你们以后去北京 你一定要去感受一下 知道吧 第一个地方叫八王坟 不是烧香的地儿 知道吧 八王坟不是在北京郊区 是在北京的市区 北京最方法的地方叫做国茂 国茂地链 下一站八王坟站 八王坟站出去以后 有个八王坟工作车站 去八王坟工作车站 去坐一辆工作车 叫830 始发八王坟终点站燕郊 你去体验一下 一带工作车站一千人 是什么感觉 你去体验一下双脚离 你不会倒 是什么感觉 去体验一下上轮工作车 不用挤 因为你会被挤上去 那是什么感觉 第一个地方八王坟 第二个地方 你们可以去感受 一个地方叫天通院 听说过吗 是一个小区 知道吧 说是亚洲最大的小区 对吧 他绝对签区 他妈是世界最大的社区 知道吧 一个天通院 住了人四百万 厉害的 求了三个天通院 天通院 天通院北 去感受一下 好像五点 天通院北的第一班地铁 你看能不能上去车 你去感受一下 那是真正的北京 知道吧 你要知道 北京很难混的 它不适合土偶人 知道吧 它适合像什么样的人 它适合像 我这样 那我是什么样的人呢 第一同学 你得特别能吃苦 你吃不了苦的话 你不要去北京 真的 我就是那种特别能吃苦的人 我刚去北京的时候 睡过地下室 睡过办公室 睡过很无法 睡过客厅 睡过走廊 这次都过去了 咱都不说了 你要是有兴趣的话 你给我提一下 我现在的生活 我在讲课的时候 你在旁边站 你都懂讲课 知道了 我写书的时候 你也写点东西 我看书的时候 你也看东西 我赶路的时候 你赶路 你赶收下我的生活 真的非常的累 有的老师 我累可以啊 我要回报就行了 你说对了 他得对得起我们的回报 对不对 那第二同学 条件是什么呢 你都有梦想 你没有梦想 你不要去北京 知道了 那老师我就有梦想 我同学你有什么梦想 张老师 我成为本本科 毕业混的 最牛逼的那一个 我让你们女生 不喜欢我 他妈回忆你 你有这个想法 就一定要去北京 知道了 只有北京 才能能成你的 抱 当年 我就是因为这个 不许的为你 我当天上大学的时候 他跟一个女朋友 我也不知道是哪里的了 男同同同同同 有一天 他爸给我打电话 他说你张学同是吗 我说是 他说我是神学的爸爸 就我当时女朋友的爸爸 我说叔叔你好 他说你别跟我来这一套 他说我跟你说啊 张学同啊 你啊 一个东北的群小子 你要有自己知名啊 你觉得你配得上我们家同家吗 如果你们两个在一起的话 我们家人会同意吗 我跟你说 就算他同意的话 我们也一定会把你们拆散的 你好自立即夸把电话 我这个我女朋友打电话 我说你爸给我打电话了 说是啥 你去问你爸爸 我就把电话挂了以后的话 我就做了一个决定 那么老子要去北京混 你知道吧 后来我去北京混的时候 当我最困难 最无数 我他妈最想一开北京的时候 我都会掏出钱包 把他妈的照片拿出来开 温身充满了力量 我跟你说 这是真事 我没给你看到 这些活泽了 这是一个真事 但如果你的想法不是这样 老老师 你干嘛要把自己逼那么累呢 干嘛要对自己那么狠呢 人嘛 平平淡淡才是真嘛 真的每年都有这样的人 女同学居多 在老师跟我聊天 跟我说什么呢 张老师你好 我就跟你想法不一样 你看我哈 作为一个女人呀 这些过的想法很简单 我觉得我这一阶子 找个爱我的男人 生了可爱的威比 养的傻狗 我觉得做女人挺好 是吧 还挺想 如果你是这个想法的话 你绝对你还有必要往 北上往上考 真没那个必要 你说对不对 你说该用努力考个极材 极材到你们极限生也算不错 对不对 你在用努力考个极大 这也不是没有希望 对不对 你考个极大研究生毕业以后 在他们长城找工作应该没有问题吧 一个月工资不出太高 极大研究生一个月 一万到一万五差不多吧 你这个老伴 你老伴 你个月一万到一万五 平下我老伴一个月一万到一万五 他们鱼找鱼 虾找虾 乌龟 配王八 知道吗 你什么样 你也就什么样了 知道吧 你也找了什么样子了 同学你想想 你一个月跟三千 你怎么让一个月三万的人喜欢你啊 对不对 结果上一次 我在宝地娘到两个字 真的有人回答了我这个问题 差点没他们给我气息 知道吧 嗯 我说龟 你以为这个三千 你怎么让 以为这个三万的人喜欢你啊 我正在这激动的 一个女朋友站起来说了一句话 因为我骚啊 怎么办你 后来我醒了一下 她说得有道理 但是我不能那么说 她有道理 对不对 你要遇到一般的老师 她就废了吧 你要遇到我 你知道我怎么说的吗 我要同学你会给你骚是吧 我说你信不信 如果男人骚起来 就没有你们女人什么事了 我说你要不相信 我给你介绍认识一个人 我当时刚认识一个人 我见过全国全世界最高的人 男的 我估计你们都听说过 叫郭乐乐 你没有听说过的话 你听一首歌叫我的小可爱 我们去感受一下 你们知道吗 当年郭乐乐唱那首歌的时候 是在我面前看的 我常常给他们说一次 那他没有玩的 我直播这 我说你不能这么想出去 你说你也都想着高富帅 来不美 人家没啥跟你 对不对 你也不想一想 你说你们俩一个月在长存 一个月两万块 三万块钱 对吧 你不可能严谨成功毕业 就买房吧 这三几年钱吧 对不对 刘老师我们在长存买房子 你没有首付 你爸你妈好点 他妈好点 你俩再赶一点 差不多了吧 你俩一个月跟两万块 三万在长存 还房子的房子买个 我过去开一开 这日子是不是也不复 你们原来是村里的 原来是小先祖的 通过你这一带的努力 现在在那个省会 省会立足了 这他们是不是进步 这也是进步吧 你干嘛把自己病那么狠 你干嘛让自己那么累呢 对不对 有的人说 老师你说的挺好 完了你自己在病婚 你不能跟我比 你知道吧 因为我有病 你有吗 老师你有什么病 我有很严重的穷病 我同学家那边特别穷 太穷了 穷到爆 有的人说老师 我们家也穷 我们家穷在叮当响 我们家穷得连响都没有 响着都穷没了 而且我一个人不但穷 他妈还总受刺激 那时候我谈恋爱的时候 我女朋友的爸爸 跟我打电话不同意 三次 最言论的意思 第三次 那个时候我已经工作了 过年 我把我女朋友送到他们家 因为我怕她自己孤单 然后的话呢 小姑娘一个人我也不放心 我就给她送到他们家 我送到他们家家门口 他爸都没说 让我姓吴克吴水 他把我打电话说 你别走 我不想见到你 后来帮我妈 就都没办法 我妈听我打电话 我妈说 儿子你以后再找对象 你就别说你有家人 要不然的话呢 你自己条件挺好的 你找得挺好的对象 你别因为我们耽误 我说妈 他接受我 我们必须接受他们家 我跟你说实话 你以为我没有想过一些问题吗 为啥我爸妈不是有钱人 为啥我不是富二代 为啥我妈非得这么累 但是我后来想过以后 我觉得我爸妈 能过生命就不错了 那我为什么要选择这么累呢 因为我不希望 我的后代再受宠了 我不希望我的后代 将来有一天 他想出国留学的时候 我的条件不与嘴 让他的梦想破灭 我更不希望 他现在找到笑了 因为我的条件不好 让他受歧视 我不想这种事 发生在他的身上 但是我跟你说 这些不是告诉你同学 我的选择是对的 我是想告诉你同学 请你记录 一个人活得好不好 只有谁知道 只有你自己知道 你羡慕的对象 他的生活就是你想过的吗 不一定 我给你举个例子 拿我来举个例子 我现在小学同学 初中同学 高中同学 甚至大学同学聚会的时候 我都是我们同学相对的对象 为什么 这么多 我现在三家公司 一家公司马上上市 然后的话变现 也就变几个亿 第二家公司 我两年以后 可能你们就看不到 我讲话了 因为那时候 我可能就已经自由了 第二家公司 现在估计 我逆到八个亿 第三家公司做的也还不错 我一年写付 能增大几十万 想做能增大几百万 真的是挺多的 是吗 但你觉得我 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什么 我为此付出的代价 是我十几年 没怎么好好陪过家人 这些东西 是用钱上买回来的吗 你们买回来 你知道吧 有的老师 那还不是老婆 还在这上头吗 老婆还在这上头就好了吗 真不一定 今天咱们女同学比较多 如果说你们现在 已经上了大三 各位同学 尤其是各位女同学 你们今天过年回家的时候 你的爸 你的妈很有可能 会跟你深入地去谈一次 为什么 你快毕业了 你爸 你妈很有可能 会跟你说出这样的话 孩子呀 爸爸妈妈像那个女孩 就是爸爸妈妈贴心的小棉袄 对吧 爸爸妈妈不希望 你在外面困得太累 你在外面不会累呀 你要实在不行的话 你回到家里边 对吧 在家里边的银行 我能不能给你找个工作 对不对 实在不想考 家里边的公务员 不也挺好吗 爸妈也在你身边 亲戚也在你身边 有人照顾你 不也挺好的吗 你爸你妈很有可能 会跟你说出这样的话 你知道吧 那是你给你抢成了 如果你经历一会 你知道你经历什么情况吗 你经历那情况 小同学 你在你们小县城 你连个对象都不好找 为什么呢 你在省归城市上学 你已经见识过 优秀的男性是什么样 你已经知道 自己想找一个 什么样的男人了 结婚你发现 你喜欢的不在你身边 喜欢你的你又看不上 你是委屈自己 还是继续等待 你等 搞好就把自己 给等剩下了 结婚等着等着的时候呢 你妈有一天 突然又再跟你聊天 说孩子呀 妈妈告诉你 其实女人这一辈子 嫁给谁 都一样 你看我跟你爸 一天天吵架 不也就过来了吗 你听见了 好了 嫁给一个 可能你自己不喜欢的人 委屈我们就先埋在心里边 你更闹心的事 是什么知道吗 等你生了孩子 送你孩子上学的时候 你发现 你的儿子将在你上过 小学队地方上小学 在你上过初入的地方 上初中 在你上过高度的地方 上过中 这还不是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是什么 最可怕的是 你送你孩子上小学的时候 你发现 你儿子的小学班主任 你是认识的 谁就是你的小学同学 他小说什么第二 你太亮姐了 抠了鼻声往非力痛 你那孩子跟他混 你觉得有前途吗 但是你要有兴趣的话 你过去回家看一看 你那些小学队队 初中同学 是不是大多数 还在你们家上混 基本上都是这样 我当年上初中 天天拿片刀 坎人大多 就现在在干嘛 他们在我们县医院 当医生 多年回家喝酒 跟我说什么呢 张晓峰 你爸你妈有病了 到县医院找我 找你 跟着宿有什么差别 你啥比较 我不知道 你怎么进到县医院 我不知道 大城市和小城市的 医疗教育资源不一样 你应该知道吧 你也该考虑考虑吧 各位 你离离很远 有的时候 我到大学校里边 给你们讲说 我看到你们这帮人 你知道我什么感受吗 一年感受 我陷入 真的 有一个算一个 我真陷入 你知道吗 年轻 多好 你不喜欢这个作业 考验可以换 你觉得学生 一般的考验可以换 你想干什么 可以干 你是一张白子 我不想干 我老了 我这一辈子 也就干教育了 别的干不了 知道吗 第二 我看到你们 还有一个感觉 这什么感觉吗 什么一群傻逼 知道为啥吗 你们每天都会把大量的时间 浪费在跟自己 未来前途 毫无关系的事情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